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技、工程和数学四个学科的交叉融合 讲求解难、创新、协作能力和创意等等的综合能力 但是很多时候 学校的STEM教育都比较偏重科学、工程和科技 而数学科的角色就未见得出 今集请来的嘉宾 是香港大学数学系名誉教授萧文强 萧教授会和我们分析 STEM里面的M 是一个怎样的数学世界 他会用很多的例子 说明数学的逻辑和思维 就像一把锁匙 可以用来打开STEM的门锁 让我们更深了解数学 在STEM教育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我现在就开始 用两个我个人经历的小贵事开始 第一个就是四十几年前 第二个就是两个月前 四十几年前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 刚刚出来教书 就被派任教一科 没什么人肯教的 因为在美国这一类科 通常就是Mathematics for Maths Hater 当然那个课就有个好一些的名字 叫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Ideas 七四至七五那一年我教 这个课对我影响很大 因为他期后 一年后我回来了 然后再一年后 我在港大开了一个 继续 其实继续我老师 以前我的老师教开的一科 他退休了 就叫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Ideas 不经不觉 我教了三十年 才没有再教 另一个继续的 其实很有关系 但是就有点不同 因为开给全部 未必是数学的同学 就是叫做Mathematics A Cultural Heritage 是我特意设计的一科 都教了十年 是1999年开始 教到2009 我退休后 我都有教了几年 第一个故事 就是四十几年前 就在那个科 1974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 拿着课问我 如何做一个灯罩 他就看到一个灯罩 一个真的灯罩 但是他就说 怎么做呢 我说你要剪个纸样 摺起才可以的 他一看 灯罩是这样的 很容易的 他就剪了一个梯形 他就摺了 当然知道 你摺起之后 不是灯罩 不是灯罩 我引导他 你怎么做呢 慢慢慢慢 他就终于做到 做到之后 我又可以再问他一些东西 例如 灯罩照出来的光线 你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不如讲第二个先 两个月前而已 两个月前呢 你知道我们做数学工作 很多时候要做一些义务的 审阅一些文章 有一篇呢 就是叫做 Finding a Unique Solution To Radon Castmas Puzzles 其实是基于一个游戏的 那是什么呢 他说你填由一至九的数字 填下去这个架 九弓架 使到它航和 列和 两条斜线和都是15 你说是这个小儿科 这个几千年前 我们的老祖宗都知道 是不是 这个三乘三幻方 但是如果不是 规定你 九个字都不同 怎么呢 最简单是这个 还有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有多少个啊 原来呢 有四十一个 四十一个里面 可以分成九类 即是你不计计它旋转 反转等等 有九类 就算你要求 它的对角线 那些斜线和 都给你了 都给你了 怎么呢 都不是唯一的 都有 这五个 你说如果 按照数学的看法 你只有九个未知数 有十二条方程 这么多条方程 为什么都不可以 说定答案是什么呢 如果你再加上了 全部十条对角线 都给你了 那就定了 定死了 其实不用的 不用给那么多 给少一点都可以 如果你知道 承认代数的知识 当然你会知道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 跌的问题 所以要问的就是 究竟什么条件 令到 那个 比出的和 是定了答案 唯一呢 为什么叫Radon Cosmas Puzzle 这个 就是这本书出的 这两位数学家 很早期的了 因为一个 设计了一种算法 解这些线性方程组 一个呢 设计了一个叫Radon Transform 这个是数学来的 是数学 后来呢 用了在哪里呢 就是用了在电脑断层素描 运用下去的这两位 都后来得到 这个诺贝尔医学奖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电脑素描 断层素描那种的设计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在不同的角度围着你射 那你就知道这些数据 就是穿过你的身体的时候 因为某些骨 或者是很不幸 如果是肿瘤 如果是平日正常的肌肉 器官 正常的器官 那么呢 它通过的 那个 穿过的度就不同的 那就是说呢 你这里其实呢 好像是一个 很大的方格 N成N的方格 给你了你知道了某些 烈和 黄和 斜线和 是什么 叫你定夺回 那个每个假的数字是多少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 数学 科学 技术 工程 今天的主题是 STEM 我没有 不知道不要 说一些故事是 跟这个有关的 在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 美国 国家科学金融会 提到重视科学教育 提出了一个手号 它叫 SMAC 2001年 就调转了一些字叫STEM 因为有人觉得这个字 SMAC 不是很 很容易讲的 但是这十年间这个科学 忽然间受到重视 被受标榜 甚至有些人认为是万影灵丹 当然这种热潮的出现 不是全与学理有关的 但是从学理的角度来看 我们做为数学工作者 一位数学教师 不妨尝试探讨一下STEM 里面的M 是一个点的数学世界 推广一些 我们不妨再问下去 是不是只有一个数学世界呢 因为有很多个数学世界呢 从不同的视觉 审查这回事 相信对数学教学 是有益的 那么我 很多年前 就因为要教 我刚才讲过的那一科 就有看一本书 就是这个Raymond Welder Mathematics as a Cultural System 那里面提出一个 Evolutionary Model 就是这样的 那么你都可以看到了 就是这里 就有些叫做 一个host culture 有些other host cultures 意思就是 你可能 这个可能是 中国文化 这里可能是一个 欧洲的文化 这个可能是伊斯兰文化 印度文化 等等 有很多其余的 文化的 在某一个主文化里面 就有些叫做子文化 例如数学是其中之一 但是数学一定会受其他影响的 你会看到我这里列了一些出来 所以有内部的张力 有外部的张力 里面有一些东西 刺激它的生长 外面也有一些东西刺激它的生长 这里就是他的书 是有讲到这些 但是今天来说 我觉得可以再加的 因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很多年前我们 没有这么成行 所以没有讲 还有我觉得 在文学方面 建筑 建筑 电影 诗词等等 其实都和数学有互相影响的 这个是有影响的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幼稚园小学中学 就是要培养一种好奇心 一种想象力 但是你只是有好奇心 想象力没用的 你讲神话都一样而已 好奇心有想象力 科学不会这样因此 正式发展起来 也有一种 神思明辨的头脑 但是要这样 我觉得有两个要注意 一个以正确的数学推导论证 一个以清晰的语言表达沟通 所以语言和数学都很重要 我又不是很赞成 有些人说 我数学很厉害 但是我的中文英文都很差 因为我只是懂得想数 没有可能的 如果你语文的控制能力 没有的话 你介入不了语言 你怎样去表达你自己 你怎样在思路方面 你自己和自己讲话都要思路清晰 要想话都要的 不只是说 写一些数词出来 《孙子算经》有一段嘴 他说得很好 我今天不读出来 我很喜欢在堂上 和同学一起读的 很有意思 但是你看前面 我讲到天花龙凤 数学什么都可以 如果你慢慢读 是不是呢 见仁见智 但我很喜欢后面那句 你读一读 《心开者幼聪而职悟》 所以幼稚园也有得教 在座很多幼稚园老师 非常重要的工作 他说 《心开者幼聪而职悟》 《意闭者是耗手而难征》 好像我那样的老师 如果不再思考下去 就这样坐在这儿 《意闭者是耗手而难征》 所以刚才所说的那种思考等等 好奇心 是要常常保持的 你说是不是天花龙凤呢 东方是这样的 你说东方也写了这种文化 写到这样的 也不是 西方也有 其实《大自然的奥碑》 是写这本永远展开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书本 如果我们不先学习书本所用的缘 就不可以理解它 这本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 加利良 第一个提出了 不只是qualitatively去说一些东西 而要quantitatively量化 要用数学 因为你只是问 为什麽呢 说一说你不能说话 就是说为什麽是这样 为什麽物体会掉下来 有地心吸力 为什麽又有地心吸力 你讲完之后再问 为什麽又这样 你讲一讲 说不到 有些人说是宗教 但是他觉得你是应该用量化 how much 因为你一量化之后 你很多东西可以做 可以推论 可以预测 可以做实验 去验证 这是科学极其向前走的一大步 加利良大的功劳 有一位物理学家 Max Tagmar 甚至写一本书 他说 为什麽这个世界好像很符合数学 他说 因为根本这个世界 it is mathematics 这个世界有数学 making a self-aware part of a giant mathematical object 你接不接受这一套 你可以慢慢讨论 大家可以讨论 我呢 我又未去到这个极端 我说 我没有那麽离地些 我又踏实些 但是我觉得 我们的确是生活在一个数学的世界裏 我们的确是生活在一个数学世界裏 很多年前我已经做过一套幻灯片 是向大众介绍这件事的了 那 数学 有四大方面的 当然 它有它的理论 有它的理论 它有它的做算法 有计算 有这个作模型 数学模型 而这些是互相 互相成的 就好像 音与羊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你不可以将它 截然地分为一分二分 不可以的 这四样东西是 融合在一起的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 1865年的时候 Maxwell Equations 很数学的 一堆的微微方程 但是 你倒出了很多很多 很深刻的 物理理论 出来 电磁波 将光 和电 和磁 这三个 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反过来 其实 亦都是 对数学很有益 因为它推动了 微分方程很多的发展 推动了数学分析很多的发展 因为Maxwell Equation 不说它在物理方面继续 当然是非常基本重要 科学的发展往往是这样 起先在自然科学 Basic Science 譬如Maxwell Equation 接着 就是技术科学 例如Herts 在实验室 发现了电磁波 然后 最后 就是技术 McConney 将电磁波 形容在无线电通讯 今天 你知道多么重要 但起源 也是由一个很基本的 科学 数学 第二个例子 就是这个 抛体运动 抛体运动 明显就是 物理 科学 对 你说 扔那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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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扔那个波 如何解释它 你不可以不用数学 因为我曾经问过 一些学生 不是读物理的 不是读物理的 要不然他有物理教师 就很尴尬 我说你扔那个东西出去 他会走什么路 他说你扔就打直地出 黑黑打直出去到不够力 就停 就打直下来 做一个V字 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就是 以前的人觉得 你推那张桌 有力就推它 没有力就停 但是没有想到 动者行动 静者行静的原理 很自然 但是你用了数学 你知道不是的 你是一个抛物线 那就用了数学 所以你知道抛物线 你就和我解释了 很满意了 但是你想扔多远 你又不用数学 不行 因为你扔 扔的开始的角 是影响了你的 那我们知道 在45度 就最好了 可以最远的 但是你 推完球 你不会躺在地上推完球 你不会的 你站在地上推完球 你有个高度 所以 你又不会这样躺在地上推 你会站在地上推 那45度是否最好呢 又未必是45度最好 远一点都可以 你就 小一点都可以 为什么呢 去到多少才叫最好呢 这些不能够不靠数学 你只是懂 科学未够的 你要有数学 配合的 这个是另一个例子 数 很多方面 就是数学世界 如果你要用科 科来分 当然很多科 不过是互相影响 互相结立的 但是大别言呢 就是 算述几何 是吧 数语型 那这个呢 是Robert Boyle 说的一句话 算述及几何 天文学家 借着者 对翅膀 傲长天制 与天比高 那你从小学到中学 你一定做很多计算 一定做很多计算 所以你对算世界 你不会默生 你喜欢它也好 不喜欢它也好 你不会默生 但是几何世界 你是不是熟悉呢 那我现在又举些例子 这个是什么 大家看到 两个三个形 是吧 为什么你忽然觉得它是立体 两个三个形 真的非常立体 就是因为你有立体的 空间概念 第二个例子 这个四个圆 这样 黏在中间 多大呢 这个 有很容易计算 如果你懂 不是定理 或者勾股定理 叫做中国勾股定理 那你就会计算 开方二减一 如果那边是四 那立体呢 立体中间的有多大 那都是类似计算 都是类似计算 开方三减一 如果那个立方是四乘四 好了 N 上高位了 是不是这么容易想象呢 你计一计 开方N减一 你计一计 那没问题 什么路计 计计计计 因为他的反串 半径是二 再到第十位 transition 然后 下午中间的球 这个 不够 你 001 在内裏 再碰起其他 那些 那些也在 立方里面 為何忽然會突然到中間一個突然霜出來了 沒得說 真實是霜出來了 即是我們對高維的 有時直覺上是不容易接受 事實上那個立方 高維的立方是怎樣的 也不容易接受 一個辦法 看三維的表示 是將車撤死二維 切二维,切二维片 就像电脑素描 切二维片,然后盯上它 所以你怎样去看呢? 其实你在脑里面和你做了功夫 你看下去的东西是二维的 你看下去的东西是二维的 你画下去的东西是二维的 但为什么你画出来的东西 可以画三维的公仔呢? 因为你的脑帮你做了很多功夫 具体地,在高维也是这样 这个就是在四维立方的样子 不过就切片在三维看 它就是这样的样子 这个就是这样的样子 另一个做法呢? 就是看那些什么呢? 看它的子样子 一个三维的东西 我们看它二维的子样子 例如这些 这是一个子样子 你把它合起来 合起来 合起来一个 合起来一个 不是只有这个 可以这样的 又可以合起来的 是吧? 还有一个更多一点 这样也可以的 你说有多少个呢? 这个是不是? 这个可不可以接到立方出来呢? 如果不行的话 哪些可以呢? 有多少个可以呢? 只有11个可以 其实只有11个可以 这些要数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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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是 你可以在高维都可以这样看 这幅画呢? 其实是 这幅很著名的画 沙巴多·达利的画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 是一个四维立方 在立三维的切面 看到的东西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十字架 好了 数学世界 刚才讲了 如果讲科目 有很多的 那就不讲了 但是也有一个 就是 你在学校的数学世界 你在日常生活的数学世界 你在大学的数学世界 有关系 但是又不全传同 有一篇文 他又讲 夜一世纪 你需要的数学知识 他很着重 在工作崗位 各个工作崗位上的数学知识 跟电脑有关 跟现在 这个 人工智能等等 当然很有关系 在日常生活要怎样 不过他讲一句 很结尾 他说 虽然我们很多时 在这篇文 都讲他的实际上的价值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亦都要在数学教育里面 和那些学生 培养他一种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ng mathematics as a goal in and of itself 本身是有价值的 数学这科本身有价值 除了他的实用价值以外 在数学教育都应该 令学生了解到这点 但是不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呢 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他连语言都不容易 有些初学者是不容易的 譬如你说 一个欧元就8.748个港元 这样就算了 你通常在报纸看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写的 但如果你现在反过来 问 如果我有E个欧元 我有相当于H个港元 E和H寫出来是这样 还是这样呢 是哪一条呢 是应该这一条 还是这一条呢 是下面那一条 是吧 是吧 并说帝加火 下面那条和上高那条 好像刚刚调转了那些字 那样 你日常的语言 和你的数学语言 是有些分别的 初学者可能不习惯 但是他要了解这一点 还有呢 就不止是这样 除了计算以外 就是 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 要做一些解释 要做一些证明 如果我们太着重了计算那方面 我们是会忘记了 其实数学有另一个面 这篇文 这个题目叫做 Why Johnny Can't Prove 当然令我们想起一本很出名的书 很多 三十几四十年前的书 Why Johnny Can't Act 这本书很有意思的 现在看回也很有意思的 很值得看 他亦都说到 这个 推理的证明 其实 不可以即时 一下子 押到学生身上 不行的 他不接受到 他不接受到 他觉得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接受到 正合了中文说的 论语 不奋不启 不菲 不凡 你要去到那个 心理状态 他才容易接受 那些法国的 哲学教育家 很多东西说的 分得很清 argument proof explanation 三种不同 是很不同的 数学证明这个意念 是非常不同的 the concept of formal proof is completely outside mainstream thinking 完全跟我们 在日常 或者甚至在其余的 学科 那种思想 是很不同的 因此 不是那么容易即时接受 我写过一本书 《数学证明》 有提到这点 究竟 《数学证明》 是否一个我们做数学的人的行规呢 是否为了核实一些东西呢 是否只是为了避免错误呢 或者我们想增加我们的理解呢 例如举例 你看这三句话 没有这个直角三角形是等边的 有些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所以 所以 有些直角三角形不是等腰三角形 再看下一个例子 这个是真的实验 没有狗是反错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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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四脚动物是反错动物 所以 有些狗不是四脚动物 你说 哪句对哪句错呢 这个推理 很多在实验里面的人 有些人比 头一个是对的 第二个是错的 其实他在想什么 在想最后一句 在想最后一句 这句对的 有些直角三角形不是等腰三角形 对的 有些狗不是四脚 你说笑吗 所以就不对了 但你从逻辑角度看 都是这样的 No S is M Some P are M Some S is not P 所以 两个都是这样 所以你说一个对 另一个都对 你说一个错 另一个都错 因为逻辑上 他们是等价的 两个 两个说法 这些其实是几千年前 阿里斯特特已经说了 阿里斯特特的工具论 Organos 已经列出了 在256种当中 只有19种 是有效的推理 这不是那19种其中一个 所以这个 跟我们日常的生活 有很大距离 另一个著名的英国试验 就是这个 我很喜欢在堂上 给一些学生做的 这里有四张卡 每张卡 一边是号码 一边是字母 我们给你看四张卡 A4M7 现在问你 如果我这句说话 看一下验证下 对不对 如果有一张卡 有个A在一边 就有个4在另一边 最少要揭几多张卡 当然可以揭完 但不需要 最少要揭几多 那你自己想想 最少要揭几多 揭哪些 揭哪些 原来揭头尾两张就可以了 就可以决定这句说话 对不对 另一个类似的实验就是 譬如有四张卡 今次一边是饮品 一边是你的年数 就是当你入个酒吧 检验身份证 看看他合不合年龄喝酒 那你一见到这样 当然 你见到他喝啤酒 你就查他的身份证 多少岁 他身份证 拿出来夜午 收了一杯 你都不用想的了 不用查了 他在喝可乐 你都不用查了 我见到他那张身份证 十五 那你当然要看他后面拿着的杯 是什么 那又是这个 其实两个是一样的 但是往往在一个实验当中 我试过这么多年 37.9%答对第一条 88.4%答对第二条 就是很多人因为日常生活的习惯 就答对 这种误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你太着重了在计算 完全忘记了探索功夫 提出疑问 实验观察归纳等等 你只是想着计算 很多东西你觉得不是数学的 这句我都要讲 因为今天很多幼稚园老师在场 其实幼稚园很重要 我都说 不过你又不用监管他学习的 因为庄子都说 婴儿生无碩 思而能言 与能言者处也 他在那个环境他就会学习的 他自动会学到东西的 游戏很重要 我们不是因为练老而停止游戏 又因为停止游戏才会变老 孩子年轻是因为他们还耍 也不是因为他们年轻才还耍 人变老是因为他们停止还耍 也不是因为他老而停止还耍 是因为说到底 还耍就是成长 而且在智力最高层次上 他是源于至爱真理而作的永恒探索 这个很重要的 其实数学游戏等等 在学习数学很重要 数学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多个世界说了 是不是一个有用的科目呢 一个很蓬佈的科目呢 一个很有趣的科目呢 一个很严谨的科目呢 一个不是很严谨的推理 但是有效的推理 是不是一些实验的科目呢 最主要我觉得 是否一个有的人民关怀的学科呢 甚至它不是一个科目的科目 是一个文学科目呢 就是好像核子魔杖那样 以学习和运用数学知识和科学知识 再以工程手段配合现代科技 改善生活 它是混合一种探索精神思想方式 融合了数学思维和科学精神 通过实验观察理论整理 寻求知识 进而藏身 其实在数学整天都有STEM 所以我将STEM 变成ANEC 这四个伟大数学家已经在做这样 西方是这样 中国都有 我觉得徐光锡是一个代表人物 各方面STEM都不STEM 这个学会已经做了很多这些了 我可以再提醒大家 结合这些在一系列的三个广州 是罗浩元讲的 它是做一幅图很好的 STEM就像一把铰匙一样 数学是一个铰匙来的 STEM是先的 初时叫SMED 都说了 在韩国叫STEM 加了个ARS 现在有些人又叫STREAM 加了个Reading 现在又加了个I Information Science 再加个AI 你可以越加越多 加一加下 全国小学 幼稚园科目都是 是吧 我就觉得要不如这样 叫TEM 加个H 人民关怀 人民关怀很重要 因为我们没有人民关怀 是不行的 即是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历史的游场 你要知道历史的兴衰 历史的成败 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科学不是万能的 科学不是统领一切的 我们要晓得如何和人相处 我们要晓得如何和大自然相处 那样才是重要 所以不如叫TEM 数学就是讲故事 要讲一个好的故事 一个可以引起好奇和激发想像的好故事 一个关于人类在游场岁月 探索理解周遭世界的故事 数学是文化一部分 它不只是工具 即使它很有用 所以数学的发展历史 以及由古至今 数学和其他人类的奋斗活动的关系 都应该是这个学科的一部分 就因为数学可以有机地 融合其他知识和文化活动 数学才是这么值得学习 在这么广泛的层面来说 数学史肩负了全人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人民关怀的一方面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